近日,北京大兴国际机场,顺利完成首次飞行校验。这意味着这座机场离正式通航又进了一步。目前,机场航站楼外立面工程已完工。内部精装修和装置安装,已完成80%。从2015年,正式开工建设至今。短短4年时间。一座规模聚集大,造型学库的工程拔地而起。 中国速度再次震惊了外国网友。2018年12月29日拍摄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主航站楼《无人机》拍摄,英国每日邮报网站在第一时间释出了大兴国际机场首飞的讯息。乘机场预计将于今年6月30日实现主体工程竣工。9月30日前正式通航。外国网友们,则纷纷在这条讯息下留言。 感叹中国的了不起。 Kinexing Windows在海外社交媒体上释出的相关视讯播放量超过37万次。获赞9000多次。 更有许多网友慕名前来点赞。 其实,大兴国际机场虽未建成,但在海外早已成了网红。从设计到施工。它走的每一步都蹊径无数。下面就让我来看看这些年外国人们,是如何描绘这座特大机场的。 2015年 英国天空新闻 2016年 路透社 2017年 阿拉伯新闻报网站 2018年 英国净报网站 2019年 美国大西洋月潭网站 美国大西洋月潭网站 打分别 明白 诸位 斗 码